好 這是今天的數字 本土的話132例 好 那死亡人數 這個是連續好久以來 第一次降到這個 兩位數以下 8個人死亡 好 那 昨天已經稍稍 少一些了 昨天15人死亡 那今天8個人死亡 我不知道這樣可以直接解讀說 我們死亡率接下來就會下降了 會比較樂觀一點 已經控制住了 可以這樣說嗎 還是像賓哥剛剛講的 他有些數字可能也還沒有出來 或者是這個確診看起來相對少 是因為我們才放了三天的端午連假 塞的人少 這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就是每一次一過個週末 好像人就會下降 然後第二天又上去 所以變成我們開始不太會解讀 這個訊息了這樣子 所以我蠻希望是說 也許如果真的是想提供民眾訊息 或者提供給我們訊息去參考的話 也許是告訴我們現在 加護病房還有多少人 所謂的重症還有多少人 那麼離開加護病房的或脫離呼吸器的有多少人 那這樣子的話也許對我們來講 在判斷這些東西可能有點小依據 因為現在很奇怪的數字是每次到週末一個長假 什麼東西都低下來過兩天 我又上去那這樣的話 所以那我這樣問有參考價值嗎 如果到底這樣講 你現在就是越來越不合理 我們有時候看這些數字 好像會覺得就是要猜 它後面還有什麼含義在後面 那這個是在一個疫情解說 不管是站在公共衛生這個角度 或者在這個醫療體系上來講的話 有些時候我們會不知道怎麼樣去 不要忘記了我們站在的立場是 我們有時候要幫大家去告訴普羅大眾的一些民眾 或是慌亂的民眾來就醫的時候 他想問我們說醫師你怎麼看這個事情 我現在要怎麼辦 那變成我沒有辦法去跟他做詳細的解釋 因為這些數字有時候實在是看不太懂 每次到週末他就會下來 那第二天第三天又會暴增 那這個疾病是絕對沒有休假時間的 這是我們的看法 所以我們還是覺得說標班就是公佈 最近確實人的CT值大概是多少 那這個可以告訴我們 它的傳染力有多嚴重 那麼第二件事情就是告訴我們 到底又有多少人進入到加護病房了 多少人又脫離加護病房了 那麼它的情形恢復得怎麼樣 這個我們就會有點依據了 那知道說哇這個事情到底是怎麼樣的 然後再來就是告訴大家 有沒有發現什麼新的藥物 到底現在是打抗體上去 有它的療效 還是做了什麼樣的治療 那我們知道它有療效 這樣都是對我們在 因為剛剛一直在講的 我們是希望安撫民心 因為大家現在是人心惶惶 也搞不太清楚 所以如果可以藉由一些醫療專業人員 去宣傳 目前我們大家真的做得好棒棒 或者是做得真的還不太好 我們還是要怎麼樣 有個依據在 我想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不過說到死亡率這部分 還是請導播再給我們回到第一章 來看到台灣目前的這個死亡率呢 是3.3% 老早就已經超過全球的死亡率 2.16%了 那剛剛我講到 目前在全球的死亡率的排名 是第30名 怎麼會這個樣子 台灣的醫療水準 怎麼會淪落至此 真的是毫無招架能力 那當然跟政府是不是決策失當也有關係 那現在我剛剛也有問兵哥 就是說你要降低死亡率 我們政府拿出什麼對策了嗎 要看這種數字的時候 也是要看一件事情 到底是在家的死亡率多 還是在醫院裡頭死亡率多 醫院裡面是在所謂的方艙的那些 診療觀察區裡面死亡的多 還是在家戶病房裡面死亡的多 我們比較有信心的是 你如果一旦進入到正常醫療體系 也就是說到了家戶病房 到了重症醫療區的時候 我們認為我們在照顧呼吸衰竭的部分 我們還蠻有經驗的 我們台灣不管是物資 不管是葉克膜的使用 輔助器的使用 這些在照顧上面應該沒什麼大問題 但重點是你如果沒有來得及 進到那個裡面去 而且莫名其妙被接到的時候 是去把屍體帶回去 才確診的話那就是致命傷 因為你不要看幾個percent 因為分母就不太一樣 所以你出來的動物 本來就是不太一樣 你重點是你現在到底死了多少個人 我們現在人數讓人不舒服 因為整個新加坡香港這些地方加起來 都沒有我們一個國家這麼多 那這是讓人不舒服的事情 那這中間出了什麼問題 才是我們真正要想辦法 讓疾管中心一定要告訴我們 然後大家要共同來討論 所以吵來吵去沒有意義 真的是針對問題去做預防 去做治療才是最好的事情 對 原因是我們覺得很難以置信的 就是說目前這個台灣 3.3%這個死亡率 可以說是比一些在非洲的一些窮國 還要來得高 都已經突破他們了 那台灣的醫療水準 當然不是這個樣子 我們有健保我們什麼都好好的 可是怎麼會死亡率這麼高 所以目前看來 我們有樂觀的本錢嗎 還是政府接下來 真的就像你講的 他會針對是在家猝死的 死後確診的 還是在加護病房裡面怎麼樣的 他有沒有一個具體的對策拿出來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的是 公共衛生的人群 站在第一線在掌管所有的事情 那真正醫療跟公共衛生 有時候 他們可能太理想了 我們真是實際在作戰的 所以實際作戰面那邊到底是誰在整理這一切 這個很重要 因為我剛剛提到了 第一件事情是你要想辦法先找出 誰可能是重症 誰要進到重症了 那一定要走在疾病的前面 你都衰竭了 我誰都會救 我也知道他要趕快進加護病房 但那個進加護病房都已經太晚了 那你現在一定是覺得有點怪怪的 就要趕快轉到加護病房 就要轉到什麼重症區 然後馬上由呼吸專業的人員 或是疾病管制的專業人員 就趕快進去快速的投藥 不管是瑞德西韋什麼 你有什麼東西就趕快先投 當你已經奄奄一息了 已經插管了 就像我這幾天看到 就是很辛酸的一件事情 都不行了 要用一個插壓的呼吸器 大家還好棒棒 怎麼會到這種程度 當那個程度都來不及了 一個人任何人需要 要到一直連續性的灌壓的時候 事實上都已經來不及了 一定要在前面一點點 你才有機會救到這個病人 抓到這樣的病人 快速的給各樣的藥 因為所幸台灣現在好處是什麼地方 我們有國際所有的人 當作我們的經驗 所以你覺得不對 你看國際是給了什麼藥 國際做了什麼事情 那趕快集中活力 大家趕快試訓討論一下 就向前走 但是最心疼的 最憂心的 還是不停的聽到說 糟糕 這個病人來到醫院的機會都沒有 接受治療的機會都沒有 那這個就是代表 我們的公共衛生體系 跟我們的醫療體系 出了大問題 所以一定要走在前面 走在前面 一直在講超前部署 超前部署在醫療上面 也是要超前部署 你一定要讓病人有機會 進到適當的地方去 不是光住在醫院 光住在醫院很簡單 醫院裡頭沒有人在照顧 或是沒有經驗的人照顧的話 一樣也是沒有用的 你一定要告訴大家 現在的全國一致的做法是什麼樣 你只要一怎麼樣 我是提早是給呼吸器 提早給這個 最近流行的這個 一直灌氣的東西 還是要做什麼樣的事情 你一定要有一個非常標準的做法 而且要快 要急 要早 不能等到衰竭給你看的時候 再來亡羊捕撈的話 都來不及 我們請導播給我們看 這個一之二章 我們放大給大家看 在今天就是這些老人家 排隊的情況 這台北 台北太陽早上很大嘛 你看到這是人籠 那有人要住行器 推的輪椅 那當老人家說自己沒辦法來 一定要有陪伴家人嘛 陪伴家人或者就是外傭一起來 那你光是等喔 等一小時 好那還有在桃園 桃園的話 那個老人家 凌晨五點就先來排隊打疫苗了 也 這個 擠成這樣子耶 這就是群聚啦 是不是 那里長感嘆說 亂象實在是太多了 中央錯估形勢 台南排了兩個小時 他說白排啦 打不到我 在高雄 我看了真的是覺得很心疼耶 就93歲的爺爺說 很危險還是要打 那高雄在今天是下雨的 很多人是冒著雨 就是湧進這個汗神巨蛋 你看這麼多 這個其實已經是到人幾人的 人幾人的情況了吧 醫生先 這個今天看到這個畫面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心疼 因為大家都在所謂的超前部署 都知道疫苗已經來了 這個動線該怎麼排很清楚 我請問大家 第三級的警戒是什麼規矩 室內多少人 如果沒有記錯 如果是群聚聚會五人 五人 室外多少人 十人 你看看今天的景象 不管是視察的縣市首長 找一大堆記者 這朋友們站在他旁邊 還比個讚還什麼東西的 再看看這些老人家 這已經違反三級規定了 非常違反 第二件事情再想想看 這些老人家 我們為什麼給這些老人家施打 就是因為這些老人家 是非常的高危險群 一不小心染到了 他會有快致命性的危險 今天就算今天運氣很好 他排了兩三個小時 疫苗注進去了 拜託 也是兩三個禮拜後 可能才會產生一些抗體出來 但是在這樣子的環境下 他有沒有被感染的風險 絕對有 因為你再順暢看第三級 第三級是一天到晚 不准我出門的主要原因 是不是 那麼 是這樣子的情形下 今天的情境 有沒有違反第三級的群記 絕對又是有 那如果這中間 其中有一個老人家 或者是他的看護工 或是他的誰 然後前面再拍一拍弄一弄 那這整個區域的人都感染了 那會造成什麼樣的情境 所以看了以後真的很心寒 所以我不明白 還有哪位首長會願意在那地方比一個 我真的不太清楚 立刻訂閱中天電視 支持監督的力量在中天 中立新聞不會消失 就會更強大